遭到菲律宾武装分子掳走两个月的四名大马人质获得释放后 预计明天将会回到沙拉越 根据武纪安曼特别行动部队总监拿多斯里·莫哈莫福斯的说法 警方的录供和调查工作已经接近完成 目前当局正安排将人质送回家 四名人质自4月1号傍晚在沙巴领海被武装分子掳走 事隔两个月后 6月9号终于获释 四人一抵达沙巴山打根就由警队接手 除了安排他们做身体检查 也协助警方录取口供 因此至今都还没有回家